民大常委規定 將侮辱國歌情節嚴重的 判處三年以下有其逃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該項中國全國式法律將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我們認為把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其目的是要把異見聲音封殺 進一步剝奪港人的言論自由 防止奏上國歌時再有異見聲音 並把這些異見聲音處以刑罰 根據《香港人權法》第十六條 人人都可按其意願保持任何意見 並有自由通過任何媒介發表自己的意見 提出或接受各種思想和消息 中共此舉明顯與此衝突 簡直是人權如無物 其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國歌法草案在二審中 增加多項規定 其中包括規定將國歌列入中小學教材 我們認為其目的是對中小學生洗腦 更有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中的第十九條第二款 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 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書寫、印刷、採取藝術形式 或通過其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另外規定國歌亦不可作商業用途二次創作 更是打壓創作自由 根據《基本法》第十七條 香港市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 如規定國歌亦不可作商業用途二次創作 不但嚴重剝奪創作自由 更是剝奪《基本法》賦予香港人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總括而言 國歌法的立法目的是實行國歌法來剝奪港人言論創作自由 並且規定將國歌列入中小學教材進行思想控制 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本是主權屬於人民 而非由一黨專奪 毫無疑問人民大於國家 人權高於政權 任何禁止人民以不同方式表達意見的法例 都是簽奪人民主權的侵權 維護國家專業 守重體現人民主權 因此我們除反對各國法外 更要求人大刪去憲法內的四項基本原則 廢除一黨主席還政權於人民 社會民主連線人民力量大專政權關注總社會主義行動 2017年11月4日 人民大於國家 人權高於政權 人權高於政權 廢除各國國法 廢除各國國法 手下 各國法道高於政權 人權高於政權 人權高於市民 和国法 全民主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